铺上新鲜小黄瓜 煎蛋将一卷寿司切成一块块 现多卫美非常受欢迎 这里可不是店面 而是市场的寿司摊 根据主机处统计 去年全台湾共有23.3万个摊贩 光是高雄就有34262摊 从业人数达到5万多人 两项都是全台冠军 而从事摊商最大宗的原因是 经营自由占了调查的38% 作为创业青年的寿司老板表示 选择创业确实可以自由发挥创意 会比较自由 就是想要说发挥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 让大家试试看我的手艺这样子 对就是本身经历已经差不多十几年了这样子 市场里面蛮多的啦 就是蛮多新的摊商都是年轻人来做 你创业的资金也会比较少 对啊就是低成本的创业 然后可能知名度做大了或是怎样 要出去展店的时候再来展店 摊商可以在很多地方经营 例如工有市场 私人市场或是市集 除此之外摊商有聚集的经济效益 比起单打独斗的店面 选择做摊商加入市场的行列 也是适合个人经营的起点 对年轻人来说算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做摊商你能力成本减少 然后开店的成本也减少 租金也减少 觉得是比较到期啊 对啊就是很多摊商在一起 吃东西都在一起的话 就是大家选择心也变多 不会像你开店面就是 你可能只有你一间在那边 以左营区五星级工有市场 龙华市场为例 目前201个摊位全数满摊 其中50%的摊商都是青年族群 自治会会长分析 工有市场有政府挹注经费的优点 也有许多补助相关的消息 想要活络生意也比较有依循的方向 青年摊商有的青年创业补助 改造摊商 然后去年又争取到经济部的美学状案 所以补助了市场200万 像最近又在办节能 那个减缩的活动 那环保局会预注 像我们这边有多了一些加菜金 那这个就是政府有提供一些资金的预注 让我们市场会更活络 高雄近年观光产业兴盛 每个周末都有各式各样的市集 几乎都是个人摊贩出没 不难看出高雄摊贩经济活络 许多有梦的人更愿意追寻机会 记得张世民李凡飞高速报导 Record Highción 恨核,銀行戴 赌口光产业 诺,黄крет突然是文章 誓,黄усов 写文章 刃 诺,重 babe